不少房仲业者都乐观喊话说 这个六都的房市买气先蹲后跳 全年的移转动数上看27万栋 渴望触底反弹 但是现在居然有房市的名嘴警告 还是别碰房地产比较好 难道回文喊假的吗 我们找到他在他自己脸书粉丝团上面的推文 他说现在这个真的不要投资房地产 为什么 因为看到很多的建商 最近疯狂的在用广告洗脑 说房市回温啦 房市触底啦 有很多的这个建案排队热销 而且一个小时之内卖光光 就是想要营造出来 现在真的很多人在抢买房市这样的盛况 但真的吗 这位房市名嘴Sway 他就在他的脸书粉丝团说 真的还是有人藉由不对等的资讯 其实这当中有一点点Mega 这些房市业者没有说清楚 所以藉由这些资讯 让你掏出钱来买单 那只要你有一点点贪念的 要小心这个一间就让你住套房住到底 那当然他也说了现在呢 这个建商到底没有说出什么样的真相 因为房市如果还没有真正的触底回温 那还可能再跌 我是不是有可能买贵了 那现在其实租屋也不是这么的难 比如说像是在台北市区这个健康路 也不算交去的地方 你说一个月花个6000块到8000块的这个租金 就可以租一间房子 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个上千万的这个房贷来买 而且重点是什么 地点很不好 这些房子地点不好 那为什么要背这么久的房贷呢 的确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在改变 如果薪资永远追不上房杂 那干嘛要过得这么累 所以选择租房子而不买了 所以其实现在市场上 似乎房市还没有见到投资的买盘回楼 哪里最冷 我们来看看 有人会鼓吹说 哇过一条雪 所以你就可以在宜兰啦 这个看山啦望水啦 有这么好的风景 没错 但是如果你不是赐助而是投资 那就要小心哦 这个房价跟天气一样 大吹东北风 因为从宜兰房市来看 这个今年前三季 移转的动数2500件 比起去年同期就大幅减少了7.8% 而且现在政策很严格哦 他说你要农地农用 不能把农历拿来做其他的用途 所以呢 在今年的这个建树也只有89件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3% 尤其是很多这个建商打着广告说 来呀来宜兰买套房啊 不仅可以自住 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呢 但是温泉套房在今年以来啊 这个电数只有248件 比去年大幅减少了29% 所以房仲业者也说了 其实啊除了农舍的买气冷清 就连他们宜兰的主力这个透天错 也因为市场总价实在是太高 年轻人真的买不起 可以看得出来 买房子最主要不管是投资自住 其实地点还是考量第一 零贵存款换汇服务 行员一大早就忙到不行 公股行库的金饭碗让人撑现 但年金改革上路之后 优存福利也会大缩水 未来该拿出什么样的优势 和民营银行争财抢财 也成了大问题 那未来13%干掉了没有了 你们好人才怎么留住啊 绝对是民间的 最近几年啊 我们的公股银行其实都有加薪 但是我们的公营银行啊 完全是跟着公务员跑 银行调薪准则比一比 国银行库台银土银和输出入银行 薪资跟调薪的制度都跟公务员一致 民营化的公股行库 看绩效和盈余的表现 再经过董事会通过即可 跟一般的民营银行做法比较相似 也让国银行库如果再少了13%的优存利率 优秀的人才未来恐怕不会再将国银行库 当作秋智的首选 这一点你提出来啊 我们一定支持啊 对所以说我们将来 要给公务员工加薪啊 没有未来就希望啊 是不是我们公民银行啊 不要跟公务员那个加薪啊 能够就脱钩 脱钩 对啊 财长一提意就获得朝野立委一致的支持 财委会通过临时提案 要求财政不要在三个月内 将调薪的方向 实施办法等具体的方案 提交到财委会 立拼在明年的三四月定案 抢在公务员年金改革之前上路 让上万名的国银行库员工 可以有个好心情 那现在如果福利跟公务员不一样 但是有新的福利来说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 对于这批银行的金融专业人才来说 其实应该还是会有相对的一个吸引力 他的薪资福利的部分啊 是不是可以跟一般民间来做竞争 如果是大家都等同等样奇观的话 那就变成说开放市场 人才市场让大家互相竞争 国银行库求财若渴 未来薪资调整 如果可以跟公务员制度脱钩 渴望可以更加提升竞争力 接下来见詹明华综合报道